施政报告提出立法加强基层医疗管制架构 包括赋予基层医疗处权力、设监测机制 又提出制定社区药物名刷 和推出社区药房计划 以推动基层医疗发展 黄军燕报道 社区药房是基层医疗系统的遗坏 由非政府组织设立 大型连锁药装店也有参与 提供配药和咨询服务 药价由经营者自定 价格或教医管局贵 年纪大的人不知道有个社区药房 我自己因为我没有病就没摄影过 电视也很少宣传 电视应该有宣传 电视有媒体来的 以前没有怎么规定了 哪些药物可以在社区药房 这个涵盖范围不是很大 政府会在七年年底前制定社区药物名刷 并透过集中采购 给市民可以在社区药房买到便宜的药 有集中购买的话 它可以保持一个合理的价钱 也便利了市民在买这些药物的时候 也适合到他们的需要 价钱也保持一个合理的水平 目前大约有600间提供配药服务的社区药房 林志又认为 现时数量足够应付市民日常需求 另外 政府会将属于过度性质的地区康建站 扩充为地区康建中心 并在明年内透过中心和家庭医生 为高风险人士提供月形肝炎试察 以预防和治疗肝癌 又会扩大慢病共治计划折血脂检查 比市民更全面管理心血管疾病风险 广播新闻网记者黄军妍报导